各位欢迎来到赵理所事 临近春节 很多人现在心里也打鼓 到底我今年回不回家呢 由于疫情的传播 现在各地政府都出台了各种各样的政策 国家层面已经明确规定 即便你是低风险地区的 你要去别的城市 你也要拿7日之内的核酸检测证明 而且有很多地方政府还层层加码 不光你拿证明 你可能来了之后 可能要居家检测 居家观察 甚至居家隔离 强制隔离 没办法 谁让这个病毒它就是这么狡猾的呢 而且说实话 我们也得提醒各位好朋友 今年春节真的是很特殊 如果不是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事的话 最好咱还是在自己的城市待着 不要到处乱窜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得想一想 如果你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离开你的城市 说不定你可能就回不来了 咱先不说 有的地方政府 人家要求就很多 你去人家那个地方就要接受隔离 我们举几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你到某个地方去 过年也好 旅游也好 探亲也好 结果你刚到那个城市 你所在的城市就出现了几个盆土案例 甚至有可能你的那个小区 你的那个区线就有确诊案例 那你想想你去的那个城市将会怎么对待你 人家一定要马上协查过去十几天内 有多少人从你那个区来到人家这个城市 而且马上你就会被前置隔离起来 以往这种事出现过多次了 或者反过来讲 你所在那个城市啊 没有事 你去探亲旅游那个城市 突然出现了几个案例 有可能你所在的地方 马上就要被封闭起来 呆了十几二十天之后 你被解封了 你再回到你家那个城市 说不定人家也要帮你隔离一段时间 没办法 为了把疫情扛过去 已经有很多人做出牺牲了 而且这两天有一个突发事件 网上传的小视频 大家很多人都看了 针对这个事 我们就得提醒大家 你只要出行 就有很多你想不到的意外 前两天有一个航班 从三亚飞沈阳 三亚和沈阳 今天都是国内低风险地区 所以都是安全的 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呢 很不巧 沈阳当天大雾 飞机降不下去 降不下去怎么办 常规操作呢 是在周边找一个 最近的机场破降 然后换航班 或者用大巴车 把乘客运回到沈阳 以往经常出现这样的事 你到沈阳降不下去 你就降到长春嘛 毕竟长春机场 离沈阳机场 也就一二百公里 不是太远 所以飞机就按照常规操作 降到了长春 然而降落之后 飞机上乘客不干了 人家要求把舱门关上 坚决不取开舱门 为什么 有明白人啊 有一个大哥 人家就跟全舱旅客喊话 我们本来是三亚飞沈阳 大家都是安全的地方 我们可能回沈阳过年 可能到沈阳探亲 现在你落到了长春 很不幸的是呢 长春最近有多个中高风险的小区 所以全国各地 比如说沈阳吧 人家就有政策 你如果从长春到沈阳 对不起 人家要给你隔离十四天 而且这个隔离还是要收费的 所以这个大哥跟全舱的旅客喊话呀 我们现在不能下机啊 谁下机了 你落到长春的土地上 你再上来 你有可能带病毒啊 我们现在要求不能开舱门啊 航空公司必须给我们找一个大巴车 整团的给我们运回到沈阳 而且更关键的是 由于你途径过长春 你在长春落地了 你的行程码有可能要变色 他还希望航空公司啊 跟沈阳有关部门协调 跟人解释这个事 能不能不把我们整队人进行隔离 或者万一真给隔离了 这个隔离费用 你是要自掏的 航空公司要不要赔你这个钱呢 要说这个大哥呢 真是条理清楚 头脑明白 人家真是很懂今天各地的防疫政策 但是这个事讲回来 似乎每一方都没有错 我作为旅客 我买的是三亚到沈阳的票 我是低风险到低风险 我怎么知道会给我迫降到长春来呢 可是对于航空公司来讲 我飞机飞到沈阳上空 大雾下不去啊 那我不能罔顾整机人的生命安全 非要下降啊 我只能背降到长春 这是一个标准的操作 谁都没有错啊 而对于沈阳的疾控部门来讲呢 任何人你从长春过来 你是来自于中高风险地区的 我本着对全沈阳几百万老百姓负责的态度 我必须得给你强制隔离啊 我不能有防疫缺口啊 所以我不能因为你是迫降到长春的 你从长春来的人 我就不给你隔离了呀 三方都没有问题 有错的 当然是这个病毒 这就是一个突发的意外性事件 那么整个飞机的旅客就只能忍受这个突发情况了 很有可能他们回到沈阳就会被人隔离啊 也有可能航空公司出于人道会不给他们一定的赔偿 咱们这么讲吧 即便你到沈阳了 不被隔离 你那个行商码变红了 你去很多地方也是个大麻烦呢 然而在这个事件中各方都没有错呀 有错的就是病毒啊 所以我们还得反复提醒大家 今天这样一个特殊情况下 如果你要出行的话 你真得好好规划一下 而且真的会有很多你意想不到控制不了的情况 今天的视频你满意吗 点击赵旅说事的头像 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啊